就是那个表单嘛 所以上个礼拜第一个做表单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成果 里面包含就是说我要输入哪些资料 那等于是说把eSale当资料库来使用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表单 帮我输入一些资料到eSale里面 那主要的目的大概有几个啦 第一个就是说 以后呢就不要让使用者随意的 在eSale上面输入资料 因为很容易发生错误 那这个错误的话 如果你不及时的去修正 会变成很大的 越来越大的错误 然后资料比数越多的话 你会发现要修改那些错误 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那与其这样的话 导不如你可以在输入资料之前 先做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主要目的是 输入四个资料 OK所以姓名 还有那个三个成绩 OK 输入完之后呢 自动带出平均 自动带出它合不合格 自动带出呢 它的这个 就是级别 ABCD OK 所以呢前面四个是我们输入的 后面三个呢 是自动产生的 这上礼拜都有讲到 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 你记得回去再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 Enter一下 然后呢输入第一个层七 Enter输入第二个层七 Enter输入第三个层七 那特别注意最常发生的状况是什么 那个好像同学输入第一个 输入第二个其实结果可能跳到第三个 输入第二个之后呢 只能跳到上面 所以它顺序不对的话 记得啊 去改那个什么 改那个每一个元件会有一个属性叫 Tab Index 你把Tab Index改一下 顺序就是对了 理论上这个应该是一 一这个是二三四五 那如果说你会跳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Tab Index要改 OK那Tab Index在哪里 我想待会再看 那新增之后或者你 我们最后是按Enter 有没有 我原来按Enter它会跳到新增 你可能才要再按一下多按一下 那我稍微有讲过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你把那个判断 这个这个文字栏位里面 按Enter之后 它会去真正一个事件 就Key Down 如果那个Key Call 它的按键是13 表示是按下Enter 那我就转换成什么呢 呼叫这个按钮 的事件 应该有印象吧 上礼拜的东西 那Enter一下 它就输入了 那你会发现 在这个部分的话 就把这四个资料 输入到这边 也就是搬家 帮我把这四个 复制一份到这边来 并且呼叫那个什么呢 成绩函数 跟成绩函数多重 应该是这个是平均 把它相加除以3的结果 另外这个是呼叫成绩函数 这个是呼叫那个成绩多重函数 帮我把结果做出来 所以等于是呼叫那个前面的嘛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并且游标再放回到上面这边来 有没有 OK 那这一串 其实就是上礼拜的重点 那如果你可能忘了差不多回去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 我们讲义里面 应该都有那个说明 所以其实上个礼拜的东西 都在这里 基本上这个画面 那里面的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在下方 启动聚集 再来就是 其实刚刚做这些动作 都在这里 那剩下就是什么呢 防呆的部分 防呆意思说呢 如果他没有输入 按Enter 一定要阻挡他 不能输入嘛 所以他如果完全没输入 请务必输入姓名 有没有 所以他一定要输入 只要其中一个没输入 请输入答案考核 如果没有输入的话呢 那就不能过关 OK 另外的话呢 即便有输入的话 可能第二种状况 输入他不是一个什么呢 数字 假设他输入一个AA 那应该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哦 这个他 所以他第一关是一定要输入 假设他都已经输入了 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没输入错误了 这个 那就是请务必输入数字 这边 并且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再怎么样 让他重新输入 OK 另外他输入了 可是他输入的是 错误的成绩 不是在零到一百之间 那当然也不行啦 没有 把它挡下来 请务必输入零到一百之间的数字 这个就所谓的防呆 OK 所以哦 基本上至少有三个防呆 是用逻辑判断 把它挡下来的 应该都影响了 只是说 回去哦 你可能要从头到尾再做过一遍 如果你从头到尾做完了 而且没有问题 那恭喜你应该是没问题的 哦 不过这细节是非常的多 只要你有一个地方遗漏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点状况 不过啦 尽量呢 你可以找一些工作上 会有输入资料需求的地方 试着把它变成表单 但是不要用太困难的 哦 太困难可能你的问题 哦 也许会不断发生 那尽量就找一个基本输入的 哦 如果你可以完成 那以后我想你多做几次之后 这个表单应该就不算太困难哦 所以最后输入正确 然后呢 一样游标就放在这里 或按新增都可以哦 不过按新增 诶 资料要输入了 又清空了哦 那另外当然哦 同学有问到啦 如果格式要重新弄的话 像这个框线没下来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在呼叫什么 呼叫重新画框线也可以啦 我们前面有那个框线嘛 可以向下追踪 下面可以再重新给它画个框线 哦 好不过这个我想就越来越复杂 哦 如果你要写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啊 其实就是把前面跟后面都串在一起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很相对复杂的一个功能出来哦 不过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好那这个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大概重点回顾一下 下礼拜那个判断是否为数字 是哦 假如说你有什么VVCritical Critical是一个XX 啊也就是说你我们刚刚跳出来的那个讯息方块哦 其实就是一段文字上面而已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文字啊 感觉相对太单调了 怎么办呢很简单 你可以在那个我们刚刚的呃就是程式里面 好假设你今天希望让他那个图看起来相对漂亮的话哦 你可以 哎刮斧其实可以不用加哦 这刮斧可以不用加 这样也没关系啦 不过哦 一般是不用加好了 比如说呢我今天呢 假设判断说哎什么呢 斗点 我希望用警告你会发现哦 这个所谓的斗点后面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讯息视窗哦 他旁边除了文字之外要不要给一个小的icon图 那个图看起来应该会更加让那个小讯息方看起来 哎比较至少有图了哦 看起来好像比较活泼一点点哦 比如说什么呢 假如我希望请输入姓名的部分哦 我加一个VBcritical 这个东西实际上哦就是一个 一个图一个叉叉哦 我只有加这个姓名好了 其他如果你要加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一段什么复制哦 贴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可以了 VBcritical哦 那记得加在哪里呢 加在那个这个MeshBox的后面哦 就是这这一串文字的后面加一个VBcritical 假设我加一个请输入姓名那部分好了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现在按新增哦 因为我刚刚跳出来是请输入姓名 现在加了VBcritical有什么差别呢 请各位看一下哦 VBcritical哦 看得出来在哪里吗 前面 哎对就这个东西 那看起来呢哦 会不会 应该好看一点点吧 哦 有因有一点啦哦 只是说不加好像也没关系啦 不过这东西 所以我没有特别讲是因为他 哎就是有点是 锦上添花啦哦 没有也没关系好 那其他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不要叉叉好了 我不要 我不可以其他图示可以啊 那其他图示的话一样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VBcritical哦 斗点哦 不过这个很麻烦一点是他都没有个小说图 让你知道说那是什么图啦 所以我比较常用的 要不然就是VBcritical它是一个叉叉 要不一个什么呢 Information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叉叉号吧 叉叉号感觉会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威胁性 因为叉叉感觉好像很严重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什么叉叉号 好可以用叉叉的话感觉就是 对比如说你以前那个考卷被老师画个大叉叉 你大概心里会觉得对看到就心情不好 那叉叉号是说警告 是不是因为你就是有点警告一下 告诉你说你可能是不是不小心的 或是故意的 OK那这样感觉会比较不会那么威胁性 至于就是说其他 当然还有那个很多其他的那个按钮的方式 不过我想大概比较常用就是这里 至于其他你想要知道的话 因为他很麻烦 他没有一个相关说明 也没有图示 所以怎么办呢 像以前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先看上面的后面那个对应的英文字 第二个的话用猜的 第三个怎么样 你可以玩玩试试看 假如不知道哪一个 你可以讲 OK ONLY 对那你就是把他试一下好了 你就是试 然后让他实行看看 看那个图示 如果你比较认真的同学 要不然你就把它做个整理 对那这个就是哪个图 这个我目前好像没看到网络上有任何认真的人 或者叫question问号 问question会不会怎么样 你可以执行看看 反正每一个试一下 比如说他没有问号 请务必输入姓名 o问号 感觉好像 不过设计本身当然就是一种互动 所以人机互动之间 你要让使用者感觉到比较友善 那方法很多 OK那这边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又图了 好那所以这部分同学问到的部分还蛮好的 至少看到一个我没讲到的东西 好那今天的话 接着再来看 再回去 如果假如你那个表单部分已经忘了差不多 回去真的要 再下一点功夫 忘记没关影片再看一下吧 对不对 看到哪里 暂停做一遍 再继续往下 那上课不行 上课不能说 老师你暂停 我还没做完 没办法 因为我要兼顾每个同学的这个进度 所以你回到家你就暂停 然后做一下 暂停做一下 至少啦 保证应该没有学乎会了 就怕你自己没花时间而已啦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刚刚那个index 那个最常遇到的问题 因为太多同学 就是顺序基本上都是 1234 有没有 这边有testbox名称 但是有可能是你把它删掉其中一个 然后又换新的 变成它的顺序不对了 所以顺序不对记得 这个好像问账的几率很高 所以我顺便提一下 你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的 这一个文字方块呢 它的左下角会有一个属性嘛 属性的部分 请你注意看 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叫type index 的属性 type index的属性 目前有没有看到 这个testbox1 它是第4 那为什么是第4呢 可能是这边是0 123 因为我按照顺序嘛 所以第一个是0 1234 理论上下一个是5 所以如果说你下一个呢 假如说点这边 看一下它的type index 如果跑掉的话 哎 你把type index是5 那它就会下一个 4567 就enter的时候它会下一个 但是呢 你enter之后发现不对 那你记得就把type index 改成那个顺序是正确的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可能顺便讲一下 之前还有同学问什么问题 说老师那这个地方文字方块 它基本上都是只能输入单一行 只能输入一行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输入多行的话 怎么办 多行一行 那如果输入多行 比如说我的 假设目前是没有了 假如姓名它很长 它可能数很多个啦 那你要让它可以换行的话 记得找到属性里面 其实用猜的应该也可以猜得出来 所以这上面有些没讲到 不代表用不到 你可以看到 多行的话 英文叫什么呢 这个 有没有 Martin Martin-Line 就是多行 那预设的值是什么呢 False False意思就是说 不能多行 所以它只能单行 那以后如果你要多行的话 很简单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rue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拉大一点 这个文字方块 它是Martin-Line等于True的时候 在这里 Martin-Line等于True 第一个 第二个你可以把这个拉大一点点 这个底下可以 这样子 那它就可以让你输入多行 所以如果姓名比较多的话 假设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些东西 我随便输入一些 你要换行的话 其实 不过这边好像也不能按Enter 因为Enter会换下一个 它理论上应该按什么 Shift加Enter 就可以让你换行 OK 所以以后 也可以在这边弄一个什么 留言板 记事簿 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 你可以打很多东西 不过这个变化 可能各位 有时间自己再玩玩看 基本的东西先把它完成 然后细部的东西再慢慢的去看它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的 那接着我们要 再来看那个 重头练习 那请各位看一下 重头练习的题目很简单 它主要是什么 这个有点像是 这个人的体重 比如说这个人台南的这个会员 假设这是健身中心的会员资料 那一来可能要先帮你讲体重 记录你来健身中心之前 跟几个月之后 是不是体重有变动 当然理论上应该来的时候 应该越来越轻才对 不会说越来越重 然后他就来没笑 可能要退钱了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这个人 会员是女生 她的身高 她的体重 关键是体重 她45公斤 可是呢 她的标准体重 应该是57.4 所以理论上这个 应该是怎么样 相较于标准体重 她应该过轻嘛 所以理论上她应该什么 增加多少呢 如果她要达到标准体重的话 她应该要增加27.6% OK 另外一个是负 比如负的这个 负6.5是说 她的体重是80公斤 那她的标准体重 应该是73.5 所以理论上她应该 再怎么样呢 再减掉6.5公斤 那增减体重1%是 百分比 就是她应该减掉 她目前的体重的 8.1%减掉 就负 OK 那什么人是标准 什么人是不标准 这边有一个 上面一个说明 也就是说 在正负5%之内 是标准的 是这个 如果是超过的话 那就不标准 不标准 其实 过轻或过胖 都是不标准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筛选出来 把 帮我备注里面 显示出来 到底这个人的体重 是标准跟不标准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插入 那个什么 逻辑判断 所以 if 逻辑 那if 里面的话呢 你的逻辑要怎么下 特别注意 我们可能的逻辑是这样子 它不标准是 什么 大于百分之五 表示它过轻了 它要增加百分之五 小于负百分之五 有点难写 好 中间的才是标准的 所以这个逻辑 其实前面有多重逻辑之外 还有连辑跟交集 像这一题 连辑跟交集都可以 如果我今天要判断 这是不标准的 那向上跟向下 所以可能有两个 那如果两个的话 logit test 这边逻辑只能放一个 所以你要两个的话 记得 就可以用两个 而且是 这个 这个 往上的 这是 过瘦的 跟往下 是过胖的 那这两种情况 一定不会同时发生 如果不会同时发生的话 记得 这就是连辑 连辑的话记得在这边打 or or 千瓜糊 因为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而且这两个条件 其中一个发生 那就是true 反之就是false 那第一个逻辑什么呢 如果 增添底重百分比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是怎么样 大于百分之五 大于百分之五 ok 第二个条件呢 请你逗点 一样 追市里面 增添底重百分比 小于 负百分之五 那这两个其中一个 只要会出现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不标准 所以在true的地方 打一个不标准 反之的话呢 就是标准 ok 那当然特别注意 那个偶尔这个函数 它可以带多个 那个逻辑 不止两个 最多好像可以 增加到255种 不过理论上 那放个两三种 就大概 已经很多了 那如果微粗的时候呢 就输入什么 输入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是标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个不标准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把它把这个不标准 输入上去 输入法改一下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输入那个不标准 反之就是标准 ok 然后反之的话呢 就是标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偶尔的方式呢 做判断 按确定 你可以向下填满 你可以发现呢 向下填满之后啊 如果是在正负5%之内的 就会显示是标准 反之就是不标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吧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请各位再试一下 如果现在我是用偶尔来做 偶尔的话呢 是连级 那可是如果今天希望 帮我改成and 有没有 就刚刚是连级 可是如果我要判断的话呢 我要把同样的结果做出来 但是 我不要用偶尔 我要用and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而且你可以在这边拖拉一个工作表 好 那这边把它改成 用and 好 再复制一个and 好 ok 那刚刚这边是用偶尔 可是偶尔我希望 不要用偶尔 ok 所以如果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希望用and的话 把这边改and 能不能做出来呢 and 其实也可以哦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嘛 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两个不会同时出现 所以偶尔 那一个向下 一个向上 是不是有个交汇的地方 那个就是所谓的交集 那如果你把图画出来 其实逻辑也可以下 那结果会不会一样 结果会一样 只是说偶尔是找不标准的 and是找什么 找标准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联集跟交集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的话 以后你再做一些逻辑判断 就会非常的轻松愉快 另外还有一种嘛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我看到是用偶尔 你看到是and 但是两个其实都可以 因为最后做出来 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那只是说你习惯的方法 你习惯用联集 或你习惯用交集 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标准跟不标准 用偶尔先做 到这儿 这个房子 呢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